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CKGO頻道 OK,那這週的標普從最高位下跌了超過20% 我們算是正式進入了熊市 那不幸的是呢,儘管從股市上來看我們已經進入了熊市 但就從這週世界兩大央行所採取的 截然不同的兩個方向的貨幣政策來看呢 恐怕面臨我們投資者的動盪股市還沒有見底 這週美聯儲出乎市場預料的決定升息0.75% 成為了自1994年以來最大幅度的升息 在最新公佈的FOMC會議記錄裡 美聯儲還隱藏了最大的政策轉變 CK這個視頻會具體分析這個轉變意味著什麼 同時歐洲央行開啟緊急會議 保證開啟新的災難工具來應對市場動盪 那這個災難工具又是怎麼回事 對美聯儲的政策轉變又代表著什麼呢 我們今天也來好好的分析一下 就在一個月前的5月4日 美聯儲主席Jay Powell還說 美聯儲目前不考慮0.75%的升息 然後這週6月的美聯儲會議 BEN0.75%的升息 同時還不排除7月再來一次 0.75%的升息 在這週的記者會上呢 當被問及 美聯儲是不是計劃促使經濟衰退 來降低通貨膨脹 Jay Powell回答說 沒有計劃促使經濟衰退 讓我們說清楚 但在CK我看完整個記者會的內容之後 發現真實情況或許是恰恰相反 一直以來美聯儲關注的通貨膨脹的數據 是核心通膨 也就是在去除食品以及能源之後的通膨數據 這麼做的原因在於 這兩者的通膨受不可控的因素影響太多 像是糧食的產出和天氣有關 油價和OPEC的產量相關 而只關心核心通膨數據來決定貨幣政策 在俄烏戰爭以來算是幫助了美聯儲很多 畢竟美聯儲也沒有辦法控制 俄烏戰爭對能源價格的影響會持續多久 在5月的美聯儲會議上 美聯儲一直強調的還是核心通膨 來去除商品價格的浮動 而那時的美聯儲說 我們已經連續兩個月看到核心通膨有所下跌 證明核心通膨有到頂了的可能 這個趨勢也在一定程度上安撫了市場 但在這週的美聯儲會議上 儘管J.Power說 並不會想要誘發經濟衰退來抗通膨 實際操作當中卻是對比5月的時候 有了個180度的大轉變 在這個月的會議記錄當中 J.Power是這麼說的 總通膨才是最影響人們對通膨的預期 在大眾眼裡,總通膨才是人們所經歷的 他們並不知道什麼是核心通膨 所以總通膨才是對通膨預期最重要的 J.Power這麼說是沒錯 但卻是一個巨大的轉變 並且帶來了很大的一個問題 美聯儲現在的目標到底是控制總通膨還是核心通膨 是不是意味著如果油價繼續漲 就會需要繼續加息 即使核心通膨已經平穩或者是下跌 還會不會為了總通膨而冒著經濟衰退的風險 而J.Power對此的答案是 我們最終負責的是通膨 而通膨指的是總通膨 這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也就是說,美聯儲將會為了能源價格的竄高而不斷升息 但同時能源價格或者是能源供給方面 又不是美聯儲能夠控制的 那就只有通過加息減少需求來控制通膨 但需求的減少也就意味著經濟衰退的風險 美聯儲這邊是180度的轉變 寧願後月失火也要升息 歐洲央行這邊是恰恰相反,卻是被迫的 在早先6月9日的時候 歐洲央行才剛剛宣布 將結束持續了8年之多的富利系時代 計劃在下個月的7月升息0.25% 來應對8.1%的高通膨 此外還宣布 將在7月1日開始停止資產購買項目 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QE 但也僅僅是停止QE 對於已經購買的資產等到期的時候 歐洲央行還會繼續再投資直到至少2024年末 也就是遠還沒有到達美聯儲要實施的QT的地步 結果就在一週後的6月15日 歐洲央行決定開啟緊急會議來應對市場災難 還將開啟新災難工具來救市 也就是說這貨幣緊縮政策的7月還沒開始呢 市場就已經崩潰了 崩潰的原因是在經歷了這麼多年的富利系之後 很多歐盟國家借了太多的錢 但偏偏儘管這些歐盟國家有獨立的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卻是統一的 由歐洲央行掌管 結果聽到央行要加息以及停止QE 市場就慌了 義大利的國債被拋售 導致10年國債利息飆高到了4% 希臘的國債也同樣被拋售 要知道這些國家都是通過發行新的國債來還舊的國債 國債利息的飆升弄得不好 義大利可是就要宣布破產了 嚇得歐洲央行立馬發布聲明 介於疫情在歐盟國家留下了持久的脆弱性 這邊的脆弱性指的應該就是那爆炸的國家欠債哈 央行委員會決定 將靈活運用PAP Portfolio中到期資產的資金 來確保價格的穩定性 也就是說 歐洲央行將使用QE期間購買的國債到期後的本金 來著重購買這些更有壞賬風險歐盟國家的國債 並且還將開緊急會議來確保有新的災難工具來穩定市場 有了歐洲央行的保證 義大利國債的利息才有所回落 可以說歐洲的一些國家現在才開始嘗到 許多年來不負責任財政政策的後果 歐洲央行主席努力堅持說 歐洲央行的主要工作是穩定通膨而不是幫助預算 我們不可以對財政投降 但事實證明說 市場根本不認為歐盟國家可以承擔結束QE和升息的後果 這也大幅度提高了歐洲央行用來抗通膨的貨幣政策 會帶來的市場風險 美聯儲不惜經濟刷退來滅通膨 歐洲央行這邊卻是已經開始在滅火 只能說面對這次的高通膨 可以看出這些央行已經亂了陣腳 這大大增加了貨幣政策導致經濟危機的可能性 又或者按Coinbase的CEO對員工信中所說的 經濟狀況正在快速變化 我們似乎在經歷了十幾年的經濟增長之後 正在進入經濟衰退 儘管從股市來看 大盤已經下跌了超過20%進入了熊市 從經濟狀況來看 卻好像才剛剛開始 那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啦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喜歡這個視頻的話 記得訂閱點贊哦! 我是CK,我們下期再見!